最新轰动消息!卑鄙无耻的巫统又再次用这种下三流的手段污蔑火箭了!快看!林吉祥霸气回应! 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谴责执政党,屡次以分化马来人与穆斯林攻击手段,反问大马在过去60年来都是马来人与穆斯林掌权,他们地位又何来受威胁? 如果他们,马来领袖,会受到威胁,那么他们在这60年来做了什么? 伊斯兰党哈迪阿旺乡纪乌统称行动党是反马来人与伊斯兰的政党后,在指承信党的角色是为分化穆斯林及分散马来选票 在林吉祥看来,哈迪阿旺的说辞是为了跟随首相纳吉与巫统的脚步 哈迪目前正在跟随纳吉和巫统的步伐,他们试图制造恐慌,才会说若巫统在全国大选落败,马来人将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为一厢人,并且将永远无法收复失去的政治权利,从而恐吓马来人 林吉祥在文告中引用华裔在这数年来,人数不断下降的趋势,作为华裔无法撼动马来社会地位的佐证 纳吉和哈迪以为假新闻和错误信息作为宣传公示,表示马来人将被受围攻 民主行动党主导希望联盟 一旦希望联盟取代巫统与国阵联盟,马来人将失去政治权利,这是恶毒的 他说哈迪与纳吉在制造华人恐惧的同时,无视了大马多元种族、文化、宗教、语言等等的文化特征 行动党是反马来人,反穆斯林的言论在林吉祥眼中是不成立的 他说,如果是,为何在哈迪领导下的伊斯兰党和民主行动党及人民公正党和祖民联? 他反驳,民主行动党过去50年来参加国会和州议会选举的候选人,也十分多元 在我国61年的历史上,没有任何一个政党、巫统、马华工会、国大党、民政党或伊斯兰党,曾做到这一点 林吉祥认为,行动党比主打捍卫马来人与穆斯林利益的政党,几乎同与伊斯兰党更加捍卫该群体的权益 身为镇林山国会议员的他称,保障大马人的最佳方式是换政府 马上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